大家好 歡迎回到網向編輯部的節目時段 今天就是2021年8月15日星期日的 下一個時間 今次有我許樓山 還有我們的澳洲小樹王 珍B氏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珍弟好 好了 請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 劉核然 最重要是訂閱網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正向部曬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贊 今次回到來 標題都知道了 就是問真 那幫人終於再開會了 一致通過就是解散 哇 厲害了 其實都意料中事了 珍B氏 沒錯 這個政壇一早來講已經消化了這個消息了 就好像那些股票那樣了 已經吹了什麼時候呢 今年都是一般的了 沒有得賺什麼的了 市場一早消化了 到時候當他們公佈業績的時候 都不會跌得那麼厲害的嘛 民陣就用了這條橋 看到這件事挺有趣的 看到很多網友一收到這個消息 說他們 他們決定解散 就不斷傳給我們 多謝了 聲明他們說什麼呢 我們聽聽民陣怎麼說 我們再一起分析一下 它裡面還有什麼細節呢 魔鬼還是再細節呢 這幫人 是嗎 這幫魔鬼來的 聲明就說 近一年政府不斷用這個疫情為理由 拒絕民陣和不同的團體的遊行申請 那個成員 團體 什麼都好 都遭受到打壓 公民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民陣本來希望繼續以原有的方式迎眼而上 但是召集人陳浩媛已經因為多宗案件 已經在這個牢獄裡面了 秘書處已經沒有辦法維持到他的運作 在沒有成員參與未來的秘書處的情況下 只能夠無奈解散 我們就要這一段聲明 我們斷續斷來分析 第一 政府不是用不斷拿力的疫情來做這個理由 疫情真的纏繞著香港 纏繞到現在其實 如果大家合作一些 去打針那方面 更加努力一些的話 我想 可能會有更加大的改善 是吧 所以不存在什麼叫打壓 公民社會 面對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公民社會 不一定要有遊行才能體現到公民社會 我看到一些很黃的網台 都說什麼公民社會面臨瓦解 哇 有沒有這麼誇張 這個民陣都沒有搞事很久了 是不是 瓦解了沒有 名字還在 其實名存實望 有個名字就不瓦解 沒有了這個名字就瓦解了 他們現在 就算他們之前還沒瓦解 還沒說解散 很多他們裡面的成員 已經自己撇了 還說什麼公民社會 他們自己都不想聯繫起這個公民社會 對呀 對呀 再者 他們自己都說的 沒有成員參加接下來這一屆的秘書處 那為什麼沒有呢 不會沒有的呀 幾個人都可以做到的 又沒有什麼遊行要你搞 又沒有什麼細節要你們去 一些什麼政治的表達 要去集結你們所謂的不同的組織等等 或者聯合起來一起搞記者招待會 你們這一段時間 就算只有八個團體和你們一起 很多所謂的大是大非的議題上 你們一句聲都沒有出過 不要說那麼多 不要說人家打壓你 你們自己呢 現在就算只有八個組織和團體 你們都沒有去做到你們覺得應該可以做到的事 就是眾籌 眾籌都難了 因為那個善款商不能夠拿出來 封了塵 現在很慘 他接著再寫一些懶惰感人的說話 就是感謝過去19年以來 香港市民和民陣並肩前行 一起經歷過反對23條 反高鐵 雨傘運動 反修例等等 雖然民陣今天不再存在了 但是我們相信 不同的團體仍然會繼續堅守你的理念 無妄初鬆 撐住公民社會 就得淡笑了 怎麼撐住啊 公民黨 例如 為什麼要提到公民黨呢? 較早前宣佈了和你們民陣 不會說有合作上的事情做了 亦都說不能夠來到你們這裏開會了 現在對於你們要面臨解散 一句話都沒有說過 走開吧你們 公民社會 撐住公民社會 怎麼撐啊? 他們繼續堅守理念 他們都沒有去堅守 其實公民黨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完全這一段時間是神隱了的 跟你們一樣的 明存實望的 會不會太亂 生於亂世 生於亂世有種責任 有種責任 你要出來的了 是呀 你對的 生於亂世不是不出來的 正常人生於亂世的話 就應該躲起來的 外面啵啵啵啵的時候 是吧? 大家為什麼不能提伊拉克的 如果是的話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可以過去我們的政向報 可以聽一聽 最近期阿富汗和平之路 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繼續回來講這個民陣 繼續講 自己回首前陣 2002年的時候成立 當時有幾十個民間團體和政黨組成的 多年以來 作為這個叫大台 他自己說自己是大台的 那一幫本土派見到你們民陣倒閉就很開心 他們最喜歡拆大台的 那一幫那麼喜歡拆大台的那些人 他們可以去做 現在沒事情做的話 不能搞破壞 沒得收錢搞事之後 他們可以做一些什麼舞台的那些 那些技術院 如果完了一場秀要拆大台的時候 那幫忙拆大台就最快了 哎來來來 我最喜歡拆大台的 說自己做大台 舉辦過很多的遊行示威 包括2003年7.1 50萬人打遊行 他竟然在尖尖自起 說回自己這個反修例風波裡面 很多場叫做遊行和流水式集會 那是你們自己搞出來的很多事情都是 你們要接受這個命運 但是隨著港區國安法的落實 非法的遊行 但是你依然說要搞一些什麼個人遊行啊 流水式啊 不給集會就流水式咯 即是你們以一些這樣的形式去再繼續搞破壞 那是相當之可惡啦 那回來了 另一點呢 都挺有趣的喔 就是要說呢 也都我自己來說很關注的這件事 他們究竟有多少錢剩呢 那現在說到了 他們有的錢呢 大概原來還有160萬的資產剩在那裡 都算是叫做不錯喔 較早前有些人就說 推算呢 他們應該有500萬左右的 雖然那個是一個民間幫他們計算的 得出來的結果啦 我也都看過大致上那個計算呢 就算沒有500萬呢 我想啊 可能都有成300萬左右的喔 就是300多啦 咦 現在都好像差了一半啊 真BC你覺不覺啊 是咯 我突然覺得 這個數字兌不出來 是咯 沒錯 差那麼遠呢 又去搞音響啊 試咪啊去了 是咯 那這裡呢 就是一個懷疑啦 究竟為什麼只剩下160萬呢 是不是有人下了格呢 趁這個陳浩煥不在這就私吞呢 當然啦 這個時候呢 如果馬上突然出來就說 誰誰吞了民陣的錢 你不肯吐出來的 又說不知道 裝了東西的 不肯拿出來的 這些數字 有機會 會在之後就爆出來都不頂的 因為現在呢 要拿了那個悲情回來才是 就是民陣被解散啊 又說這樣那樣啊 就是要將那個問題 射回去香港政府啦 還有就是警方嘛 這兩樣東西就一件事先啦 所以如果要什麼追溯啊 有些什麼兄弟 不是兄弟爬山嘛 哦 兄弟爬什麼爭執呢 遲些先 有些像呢 大哥做喪事呢 大家要和和氣氣 不要在那裡吵 有些什麼呢 讓大哥呢 先進土為安 接著那些兄弟呢 下山了 搞定一頓英雄宴了 才拿些什麼老牛啊 西瓜那些出來 接骨尾寒啊 這麼快 骨尾寒啊 這麼快啊 入土為干就快就來了 走了怎麼辦呢 這條數跟民間的估計 就差很遠啦 這就是一件事啦 那很多網友都傳過來看的 就說了一點 我看到很多媒體都有去寫到這一句出來的 說民陣呢 一些叫做資產托管團體 捐給一些合適的團體 咦咦 我一聽到這句 我覺得有古怪啊 阿婆走得快啊 發生什麼事呢 合適團體 在你們的角度來說 只有一個而已 612 是的 當然不是說到明比612 還要看看有哪一個合適團體 陸去 其實你剛才想的東西 和我完全是一模一樣 合適團體 是你覺得合適的團體而已 我最記得有一個人叫劉小禮 你記得嗎 他不是說把自己的份量捐出來的 哦 發現了那些團體原來是他的友好 甚至 和他的關係很密切的 所以 合適團體啊 哦 明白 即是怎樣 即是自己有咯 自己有 這就是一件事 現在呢 剩下 能夠 叫做是幫手足等等 團體只剩一個 為什麼你不是直接說是612 還要叫做合適的團體 即是怎樣啊 到時你不給612的話 即是他很不合適啦 那為什麼這麼不合適啊 是不是啊 為什麼他不合適呢 你記住哦 你那時候 2019年6月的時候 幫他搞了一堂 就是612基金 大集會大遊行 只是那天啊 幫他已經收到過千萬以上的善款 你那裡都盜了一堆東西了 十一奉獻的話 你現在這樣 這筆錢 你現在 代的錢 有部份啊 都是612個名大脅你的 反骨仔 沒錯 沒錯 雖然 陳日君 我們拍到他 抱著錢箱 在那裡開心 他抱著錢箱 裡面有十分之一 都是李文鎮的 十一奉獻啊 為什麼現在合適的團體 不是612啊 升火呢 已經就 收了檔了 是不是 那還有哪些啊 真的想不到啊 石牆花 其實沒有什麼合適的啊 數手指一數就數到了啊 為什麼是612呢 哇 怎麼這麼反骨的啊 當時候 音響那裡 你可以問612那裡 又弄幾十個出來 做音響 但是現在呢 你要散水了 塞一些給人都沒有啊 是呀 是不是當中有什麼警棍呢 他們 呵呵 這樣他們才知道啊 是啊 我覺得 吳凱儀啊 還有何韻詩也出來說一下 就是怎樣都要拗一百幾十萬 就是你不拗一百萬 落他們的袋子呢 我就覺得不合適了 所以一百萬 對於612來講 很快洗光而已 炸了一聲就不見了 因為612那邊 說一個月要一千多萬的 他們要 是啊 沒錯 平均來說呢 你給他一百萬 他兩天左右 可能已經幫你洗光了 哇 幾快啊 哇 哇 一兩天要花一百萬啊 要 那回來用另一個角度再看看 雖然說現在叫做解散 其實解散要不解散呢 我經常都說分別不大 意義不大 其實問題在於什麼呢 他現在說要解散 似乎就是怕了港區國安法 或者其他不同的社團條例等等 的罪行不得而知 他現在就說怕這些東西 所以就把民陣解散 但是其實警方都說過很多次了 現在不是在乎於你們民陣有沒有存在 或者你們不存在之後 是不是會不追究呢 這個都說了是不可能的事來的了 在中午發了這個消息的聲明出來之後 其實警方也有表示 不是完全由得你們自己在那裡自嗨 嗨完接著就在那裡哭 哭完又說要繼續抗爭到底等等的東西 警方提到什麼呢 這個組織沒有 依時向社團事務主任提交所需的資料 他不是沒有交 只不過去問非索答 還反問警方 現在我問你不是你問我 其實寫了那幾件事出來很簡單 那個題目很短的 那個問題很少的 短得很緊要的 很簡單的東西 也都再說回 已經是積極跟進了 這個組織 違反了社團條例裡面的罪行 警方都說了 留意到民陣發表 那個解散的聲明裡面的東西 也都再一次提到 4月的時候曾經根據社團條例 第15條要求這個組織提交成員 活動和資金等等的 還有他們沒有交不止 現在警方究竟查成怎樣呢 我們接下來都可以給一些時間看看 另外還有一點 我都挺想趁最尾 這一節最尾玩一點點陰謀論好嗎? 鎮必士 好啊 這個假設而已 大膽假設而已 不知道會不會我們的推理城鎮 各位也可以留言說一下 各位網友 我們還記得較早前 白頭佬 我看到梁耀宗去出庭的時候 因為較早前 有些媒體就說 不是啊 民陣呢 起碼都有五球衣 資金未明 之前就放在哪裡哪裡哪裡的 其中一個組織就是 梁耀宗白頭佬的組織了 問他的時候 他一句都不說 那我就想了 其實會不會呢 解散呢 我剛才都說過好幾次了 解散與不解散的分別不大嘛 會不會就是有人想借住解散 而要那些人扭回那些錢出來呢 你不用幫我保護了 你把錢都拿出來 我自己想捐了他 民陣現在解散 會不會用這個手法呢 來逼那些人 幫他們暫時托管住那些人呢 交出來 另外現在給民陣的資產托管團體 會不會是這樣的呢 其實都有這樣的可能的 可以用這一招逼人還錢出來 雖然那些錢本身都是民陣的 那條數又合不合呢 會不會有人吃了什麼甲棍 魚棍什麼棍都好呢 這個就不得知 左手交右手啊 好像會不會呢 這個就看一看了 我總覺得白頭佬那裡 就很快些交代一下 因為太神秘了 那究竟又給了多少他們拿著呢 那大數寶究竟是怎樣呢 我想民陣現在都很難拿捏的 也都不敢逼到那些人太緊 又說不定呢 他講現在這個數的總和呢 就是不同 每一邊的人都是維持這樣一個數 咦 這個160萬可能有機會 隨便一方有不同的錢商 例如白頭佬 可能他心想 咦 我維持了130萬的 那我不是要交出來呢 會不會有這樣的可能呢 那哪一個拿著那20萬呢 他又不敢給小出來 到時就 那那些海鮮數 那到底怎樣處理呢 我想呢 比起他們那些黑布 有穿的黑衣更加黑 這個黑幕究竟是什麼 接下來會不會有些什麼大爆料啊 或者為了錢而爭議啊 或者哪一個不肯拿錢出來啊 又或者哪一個 沒有那麼多錢在那裡的啊 之前你托我在那裡 會不會拿個炒股啊 還是怎樣呢 這個不得而知了 終於民陣叫做曲中人散了 散了呢 他們都沒有什麼大反應了 都是個好事來的 那我們這次暫時講到這裡 先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